我俩现在出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最开始觉得他还挺好 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败家子 他说的太夸张 只是他现在没见到回头钱 所以他不相信我 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也能过 经济条件好了 我就希望他能节省一点 别天天大手大脚 我觉得我花的钱都是有用的地方 而且经济条件好了 我觉得你应要自己过得好点 现在有点事两个人一点钱都拿不出来 我觉得我俩这样下去不会有未来的 看不到未来的感情 还要继续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孙22岁来自黑龙江 酒吧演艺工作 女嘉宾小芳21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酒吧演艺工作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谈恋爱几年了 一年 一年多点 怎么认识的呀 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就在这个酒吧里打工是吗 不 以前是在饭店打工 这个酒吧演艺是干嘛呀 当个小歌手 这当歌手有多久了 五个月 这个拜家是吧说你 怎么怎么拜的呀 他是怎么样 他就是挣一份花两份 然后挣一百 想着花二百 我们俩以前的工资 一个月四千多 他都能缓完 现在一个月挣一万多 还是会花完 我花这些钱 我不都是为了请朋友吃饭吗 这有什么了 你请朋友吃饭干嘛呀 是当时吧 也是 现在在家里干点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 通过朋友介绍 现在家开一个小的超市 我没有钱 他给我拿了三千块钱 我借了四五个朋友 我才借了 相信两万块钱 最后这个超市没开成 被开成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是三个人开一家超市 完了大哥告诉我 跟这个进货商谈这个 完了跟那个平衡商 谈点别的生意啥的 我就所以拿着这些钱 去跟人家谈工作 完了把这些钱 花到这个吃喝上面了 吃喝住了 那我这钱 我没花到美用的地方 那还是我败家的 超市没开起来 没开起来 三四万块钱就吃完了 那不是挺败家的吗 还欠别人钱吧 朋友的钱还了吗 没有 他现在还在欠着钱 我跟他现在出了一年多 然后谁 我一次都没往家里面打过钱 家里面都是农村的 条件都不好 而且吧 我还有个小弟 我出来挣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补贴家里面 让父母减轻点负担 但是钱都让他败回光了 我怎么办 就是你就是个败家子 你知道吗 那你总说我败家子 你说你这钱 我都没怎么花 我就是败家子 我听明白 他委屈 他的意思是说 你看我得跟人拉关系 我这钱算一投入 是吧 除了投超市 他还投过什么其他的买卖吗 还投过别的呢 还投过呢 那是什么东西 我也整不懂 就是贵金属 还是什么的 他根本就不懂 那我不懂 那背后不有人懂吗 背后谁呀 我认识的好哥哥 当时他说这个东西挺赚钱 他说你投吧 咱们以后肯定能看着回头钱 所以我就信他了 谁在外面不是为了赚点钱的 我也是为了 投了 投了吗 投了 赚了吗 没有 大哥怎么说 没法说跑了 人家投进去嫌打水漂都能听着想 你这投进去就白想了 连个想都没听见 那我关系是 那我不 我不也不懂吗 所以说上网了 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一次又一次的说过你 除了都是挣钱的 进可量的就攒着点钱 可你呢 一次一次就是不听 就像咱来到唐山 来到河北的时候 在酒吧工作 人家酒吧有住的地方 自己不住 非得攘着厨去住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厨去住 谁让你不跟我出去了 我是不是当时我招呼你 我说咱俩厨去住个房住 我招呼你 谁让你不出去了 那还怨我了 酒吧有住的地方 我感觉挺好 我为什么非得跟你厨去住 还有就是 你厨去住可以 既然你自己住了 你就自己做着饭吃吧 你啊 自己不做饭 然后天天出去 过着大爷的生活 今天吃火锅 明天吃牛排 你是少爷吗 你是大少爷是吧 我不也想改善一下生活 那谁不想吃呀 哼 太好了 我别看了 我拍摄呀 了 我拍摄呀 我拍摄呀 帘胜 我拍摄呀 我拍摄呀